2022年4月7日中午收盘了 上午大盘走得很糟糕 4000只下跌 只有500多只上涨 都不到600只 你说这能好得了吗 但是今天上午盘面上有几个现象 咱们先说一遍 第一个现象 4000多只下跌 不到600只上涨 可是各大指数却没有跌的很多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瞧 跟着我的笔来看 你看今天呢 不管是凝王 还是前期长得特别好的 就是这些个 像房地产什么的 这些东西 长得你看最好的东西 都在出现下跌 而且跌的还挺凶 你看 以房地产为例 今天它一个它跌幅就达到了指数 达到了三点几 并且呢 你从这块看也是 房地产都是达到了三点几 像什么旅游啊 这些东西 前期涨得好的都是属于大跌 但是你看权重指标股呢 这些东西看上去也没少跌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指数却跌了这么少 换句话说 是谁在下跌 它没把指数拽下去呢 一个条件 大家看啊 就是前期跌幅多的呢 就是前期这些涨幅大的呢 你像以房地产类的 就这些小票下跌多 这回听明白了吧 来我们以这个为例 这是我们按照下跌多数排啊 你看一看 这些跌的多的是不是市值都很小 假如这些跌停板的 有没有一个大家伙 看看 所有这些个跌停板的 就现在或者是跌幅大的 这个里面 从这个市值看啊 没有大家伙 一个大家伙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原来就是前期这些小票跌的多 看古邦给大家说过啊 就包括昨天还在讲 说这些东西在玩这些玩意的时候 仓位可不能中 因为这些小票讲得很清楚 就包括这块 昨天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提到了 这些小票 他们跌起来会很凶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能仓位中 所以有的人呢 就一直看古邦是在分仓操作 就是在昨天收盘 我也是在七个仓位上 有七个品种啊 朋友们 一共是43%的这个总仓位 今天也出现了回吐 因为今天大盘都跌了这么多 这两天 咱们回血的东西呢 又都倒给人家了 但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把希望都寄托在下午了 大家瞧见没 上午是两个大东西在进行战斗 哪方面在战斗呢 咱们把话说得委婉一点 要不然是说不出来的 第一个呢 是美联储真正的靴子落地了 什么靴子 就是缩表 我跟大家讲过什么叫缩表 缩表呢 缩是紧缩的缩 表是表格的表 翻译过来就是 他要把自己的债务 进行以每个月量化了叫950亿 每个月要缩950亿美元 那么换算成人民币呢 就是六七千亿 每个月他都要往回缩 也就是缩减债务 缩减债务对全球来讲 人们说这不是利好吗 就相当于还大家钱一样 那他为什么要还钱呢 还钱的目的是什么呢 谁是他的债权人呢 有几大债权人 就包括咱们国家 现在也是持有大量的美元 起码来讲是三万多亿 这个是公布的 但实际的比这要多的多的多 所以最大的受益方呢 有几个 一个是企业 因为企业也向政府借钱 但他同时也借给政府钱呢 还有老百姓 为什么要把钱还给老百姓呢 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就是现在条件不好吗 老百姓现在是没有钱 没有钱怎么办 他就得想办法 让老百姓把钱给他多一点 那么他给手里头花不出去 那不就得想着消费吗 就是这个 就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但是这些东西呢 从缩表也好 还是还钱也好 这都是未来多少个月 甚至半年以后 才能显现到股市上 所以这个只是说 一个靴子落了地而已 而且是以量化形式 每个月950亿 这个就是第一方面的战斗方 另一方面对冲方是谁呀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各国 各国呢 都会纷纷出来想办法 要么加息 要么降准 也就是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一旦他进行缩表 那么就是他不再向别人 就是发放贷款 或者是流动性都要开始收紧 这种情况下 就相当于割全世界人民的韭菜 那么怎么办 各国呢都得想办法 要么进行加息 要么进行 总之是一个放水工作 我们怎么处理的呢 今天对冲的出的早晨的一个消息 不叫做金融一个稳定法吗 看起来 来我们打到这个啊 今天早晨低开 而且是跳空低开对吧 但是由于咱们这个法的出现 现在虽然说没有落地 是个征求稿 但是也出现了一波这个上涨啊 这个是不错的 但是随着这个后半程 就是按照半个小时 反映头一天的消息 也就是前半截呢 是反映咱们金融法 或者是金融稳定法 后半截呢 是显现了 就是他的一个压力 就是这缩表的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 是什么造成的呢 这个是市场本身 市场本身呢 他就看 现在到底联储那块 美联储那块 到底加息多少 他们可说了 是加息50个基点 那么在加息50个基点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是在下个月加啊 五月份加 但是提前就有反应了 咱们这提前反应是什么意思 不是扯耳洞塞 而是前期有一些东西涨幅过大 我们换算回来 这样看 你看 上证指数 你看 现在走出一个早晨我们画的 就这样的一个类似于 双顶 对吧 类似于双顶的情况下 画阴未落 这块呢 就出现了一个阴线 但是现在我们害怕的 它是出现一个中阴线的 朋友们 好 总结一句 在上证指数 快要出现双顶的情况下 这个位置 还有10日线和20日线作为支撑 这种呢 今天可不能破20日线呢 要破了线之后呢 这个位置 可是一个就是出逃的机会了 同时 在各种热点 也不太这种 就是没有啥热点可言的情况下 下午主要要看 北上资金了 北上资金上午只流出14个亿 下午不能再狂往出涌 因为那样的话 会容易造成一个踩踏 下午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 这个位置能不能破20线 就上证指数 因为上证指数这个位置有支撑 那我们再看 深乘指 深乘指这个位置呢 已经破了线了 再看创业板 这个位置 瞧瞧 创业板呢 已经破了位了 但是他们在破位的时候 我们如果按照 这个 从通过他的日线图上 再瞧一眼 你看 深乘指 咱们先看 和创业板 深乘指 不再创新低了 而且创业板这个位置呢 也不再创新低了 大家瞧 是不是 都不再创新低了 这种不创新低就证明 还是有抵抗式的下跌 你看像这儿 这不都已经有抵抗式下跌了吗 而且今天日内呢 包括创业板 也不创新低 这个呢 还能够说有主力 可能要拯救大盘的意思 所以下午我们看 指数能不能破20线 能不能再创新低 同时 这些权重指标股 有没有人出来 拖式就是 好 我是股邦 具体下午怎么搞的 收盘跟大家讲清楚 朋友们 下午收盘见